《神經》 從神應許在孕育一直到實現 的確是會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是對我們現代人來說 我們講究效率 我們講求快速 我們講求結果 所以我們今天對神的一個應許 的一種學習等候是很少的 我們用即時的感覺 用眼可以見到的結果 來衡量神的真實與否 但是從神簡選一個民族 建立一個群體 我們可以看到 是用了超過五百年的時間 很難 當然對我們短暫的人生 我們的人類來說 的確我們很難來看 很難來等 否則我們都沒有這麼長的年紀 來等 不過我們要知道 神的國度 神的群體 不是在我們這一代就完結的 是一路延伸下去 所以當我們再看神的應許 是怎樣忍辱和實現的時候 來到出埃及的第一章 他們已經是經過好幾百年了 經過亞伯拉罕 經過以撒 經過雅各 現在來到埃及 在埃及 都可以說 過了有二三百年的時間 聖經說 第一章第八節 有不認識約失的新王起來 治理埃及地 就發現到 以色列人他們的數目 是越來越多 甚至乎是比埃及人多出來 他們所有的資源 所有的財富 都比埃及人 是越來越強盛 超過他們 所以對埃及的法老王來說 他們都要想一些方法 怎樣去保護自己的國民 使得以色列人他們的數目 或者財富 是被壓制 不會超越他們 這個舉動 對於以色列人經歷神的應許 是一個非常大的挫折和打擊 來到現今這個時候 他們就開始去經歷到 神的一個豐富的預備 但是來到水深火熱的一刻 他們又面對著一個前所未有 甚至乎在法老的意識裡邊 是滅族的一個行動 我們可以看到法老 他連串這樣 是對以色列人 他們的增長 他們的財富 連串這樣 是打擊他們的 他想到第一個方法 就是按著出埃及記第一章 那裡所說的第十一節 於是埃及人派督工的核制他們 加重擔苦害他們 他們為法老建造兩座積貨城 就是比東和蘭塞 對法老來說 是一個目的 就是要使得以色列人他們的數目減少 不會加增 但是我們要問的就是 為什麼法老會想到這個方法 是加重以色列人的苦害 藉著去做兩個積貨城 比東和蘭塞就可以做到呢 原來我們知道 第一方面當時的交通 不是好像我們現在那麼方便的 比東和蘭塞是距離以色列人他們聚居的地方 有一大段的距離 他們不能夠是早出晚歸的 他們來到這個建造積貨城的地方 是需要離鄉別井的 第二方面 就是這一班的人 主要是那一班以色列的男人 當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園 換句話來說 就是沒有辦法 是可以跟他們的太太同房 這個是法老那種去減低以色列人的數目的方法 是聖經講給我們知道 就是 第十二節 他們越發被腐害 那個人數就越發多起來 並且是蔓延開去的 一個的結果是 埃及人所意料不及的 所以 他們就一路再嚴謹地 這樣來加強一個的管制 對以色列人來說 他們已經是覺得很痛苦了 但是法老 他覺得第一個方法 沒有辦法是減低以色列人的數目 他就想到第二個的方法 在以色列人出生的時候 做一些的手腳 那我們要問一問 這兩個聖經形容到希伯來的修生婆 是什麼人來呢 從文字的表達的記載 他沒有說到他的國籍 沒有說到他的血統 只不過是提到 是為希伯來人去接生的那兩個人 第二個問題我們要處理的就是 兩個人有沒有可能是接生這麼多呢 因為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時候 只是二十歲以上的南丁都有六十萬三千五百五十人 如果我們是研究回埃及整個行政架構的時間 我們了解到這兩個不是前線的修生婆 這兩個是一些去策劃 那一個行政的方向和安排的人 所以埃及法老呢 只要聯合這兩個去安排接生的修生婆 就可以操控著希伯來人的數目 今天聖經形容到 當實際這樣去做的時間 原來這兩個安排接生的修生婆 他們是敬畏神的 就不照著埃及王的吩咐 竟然間是傳流男孩的性命 我們都同樣了解到當時的一個背景 那些修生婆被安排 當知道要去接生 就拿著一切需要接生的東西 去到別人的家裏那裏接生 所以聖經在這裏 當法老發現到 為什麼我安排到一個這樣的計劃 仍然以色列人的男孩數目一路加增 於是就抓那兩個修生婆來質問他們 那兩個修生婆怎樣去回答法老呢 第十九節 他就說 希伯來的婦人和埃及的婦人是不同的 希伯來人他們是建壯 所以當修生婆還未到 他們已經是生產了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對法老來說 他覺得這個方法都不能夠 是可以幫助他 將以色列人的數目減少 當然另一方面 因為聖經就強調這兩個修生婆 他們對神的一種敬畏 神就厚待他們 然後呢 他們就成家立失 建立家庭在當時來說是一個祝福 這個祝福不在於夫婦之間有個盤 這個祝福的重點是在於能夠延伸有下一代 能夠延伸一個生命 甚至乎是能夠延伸神的一個應許和祝福 所以故意記載這兩個修生婆 他們的一個敬畏神的結局是怎樣 那麼法老 他無可奈何地 又要想第三個方法 這個方法 就是凡是埃及人見到有以色列的男孩 他們都可以是將他推到河那裏 將他淹死 唯有女孩呢 他們就可以留下他們 所以在一個這樣的安排下 我們會理解到 以色列藍丁的數目 是一路一路的是被減少下來的 那一個的比例是不平均 不是一對一的 我們不知道那個相差的比例有多少 但是呢 按住埃及法老 接二連三 對以色列男孩這樣的傷害 其實在他內心裏邊 他是想滅族 將整個以色列人 他們是消滅過來的 但是 神沒有忘記他的應許 神由阿伯拉恩開始 以撒、雅各 那個應許就是 他們的後裔 好像海邊的沙天空上的星那麼多 雖然間 埃及的法老就是針對著這一點 似乎是和神的一個應許是抗衡著的 在現實來說 他是借助著政治的優勢 借助著全個埃及的角力 來到去對抗著神的一個應許 但是我們知道 神始終是那一位創造人類的神 他不會因為人是藉著任何的勢力強權 他的應許就遭受到虧損 甚至乎是適微 不會實現 我們可以見到 離開埃及的以色列人 正是藍丁二十歲以上的 都有六十萬三千五百五十人 這個數目 是遠遠超過我們所想 所想的 下一節回來我們會繼續看看 神這一個應許祂的人欲 和在實現的過程 祂經歷了什麼最後的打擊呢